主料,五花肉300克,辅料,油,盐,面粉,淀粉,胡椒粉,五香粉,清水,鸡蛋,生抽,黄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五花肉去皮切成片,用盐,胡椒粉,生抽,料酒拌匀,腌15分钟,鸡蛋,面粉淀粉加上五香粉,再加上适量的盐和五香粉, 搅拌成面糊,一壶能挂在肉片上为好,锅里倒油,八成热时,放入挂好壶的肉片,炸着两面金黄石就可捞出,所以的肉片都炸好了,在大火加热油锅,把炸好的酥肉再炸一回,这样酥肉就更酥了,炸好的酥肉成盘,烹饪技巧,在腌肉的时候就已经放过盐了,所以面糊中的盐料适量添加, 以免过前,炸好的酥肉放冰箱可以保存几天,做汤做菜真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